《西藏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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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日記時代 我們有一個這邊的農友 叫做衞淨寺跟黃水錦 這兩位農友 因為從福建 福建安西那邊過來 過來他發現我們南港山上大坑 認識的時候那邊很適合種植 茶葉 原花 包種茶的製作 不知道剛開始的話 因為台灣其他地方沒有人在種茶葉 他們就召集各地方的茶籠 來這邊演習 教他們做包種茶 最大規模是我們南港包種茶有六百甲 包括大稻城那邊茶商 都是南港山上來找我們的茶葉 交涉到國外 那時候是我們南港正興盛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技術沒有那麼好 所以說那時候做出來的包種茶 那香氣可能都不太夠 所以那時候就是 一些茶籠就是原花 跟茉莉花 還有一些桂花 還有一些像素蘭 類似這樣子的花草 把它先 把它燻 就跟茶葉燻在一起 現在目前可能台灣人 只有南港用的 桂花包種茶 這個祭司就是從他們那時候 就一直流產下來 現在只有剩下桂花 有再來薪茶包種茶 因為桂花總是跟包種茶混配 用茶葉燻的 做花花的演奏 跟蘑菇 和蘑菇 和蘑菇 我們讓蘑菇 和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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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